韦田公开攻击最强的三颗恶魔果实 多拉格很可能吃了动物系幻兽种 说起最强的恶魔果实 一定会认为是橡胶果实 它还有另一个名字 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 路飞在鬼岛屋顶对战凯多 脑袋挨了一击霸残狼牙棒 成为传说中的太阳神尼卡 拥有世界上最活来的力量 心脏也变成解放之骨 能让疲惫的身体瞬间恢复 从路飞对战凯多的最后一击卡 并没有毁天灭地的破坏力 相比曾经的最强自然系响雷果实 输出上还有一定的差距 爱尼路使用的招式万雷 无数条雷电从天而降 能将一座岛屿瞬间摧毁 还有最终大招雷银 巨大的雷云球体 拥有堪比远古兵器的破坏力 凯多的鱼与果实青龙形态 口中吐出的火焰能毁灭山头 身体旋转引发的龙卷风 也有毁天灭地的画面 甚至是大妈的超人系浑浑果实 尼卡果实的输出也比不过 大妈的招式填满大自在 拥有堪比天神的破坏力 期待路飞在之后的剧情中 能将尼卡果实开发出更加恐怖的招式 伟天曾在SBS中说过 他认为现实自然中有三种灾害最恐惧 分别是强大的地震 能引发巨大的海啸吞没一切 剧烈喷发的火山 熊熊燃烧的岩浆能让大地变成熔岩火海 还有强大的飓风 能让地面上的一切荡然无存 伟天还说了 这三种能力在海贼王中 都以恶魔果实的能力出现 地震代表超人系阵阵果实 在海贼的阵营中 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 第一任能力者是白胡子 在顶上战争差点将马林犯多摧毁 白胡子也靠着这颗恶魔果实 被世人称为世界上最强的奶人 第二任能力者是黑胡子 目前也是四位海上皇帝之一 火山喷发代表岩浆果实 在海军的阵营中 能力者是赤犬 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攻击力 流行火山能让大地变成熔岩火海 赤犬也是靠着岩浆果实的输出 击败大将亲自当上了海军元帅 飓风代表的恶魔果实还未公布 从伟田喜欢用对称手法来看 第三颗恶魔果实应该是动物系换兽 拥有操控飓风的能力 当年陆飞在罗格镇被巴基处形 多拉格出场时天空雷电交加 最后用一股能摧毁石头的飓风 护送草帽团顺利出海 而且革命军也是区别于海军和海贼的第三方势力团 战斗力至少不会比黑胡子和赤犬差